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Halloo 各位網頁設計師大家好 歡迎來到CWC Channel 我是阿琦 這個影片我要來說明 CSS如何置中 你會想說 置中很簡單啊 不就是TestAlign.Center 我們就可以置中了嗎 但是呢很多時候 我們要置中的不是只有文字而已 常常我們需要置中的東西 還包括像是圖片 還像是這種區塊的置中 像這種圖片 這種區塊 以及區塊裡頭的文字 如何置中呢 這一集我彙整了各種置中的可能性 讓你一次學得精通 了解置中如何使用 好那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好的首先我現在桌面建立一個資料夾 這個資料夾我把它取名為CSS 然後Center 至中的一個練習 我把它打開 這個資料夾我把它打開 那這個資料夾裡頭呢 現在沒有任何東西 我現在開啟我的網頁編輯器 在這裡我使用的編輯器是Visual Studio Code 因為免費 而且支援微軟跟蘋果 非常好用 功能又蠻好的 強大 所以值得推薦 好那在這裡呢 我就選擇這個 我剛才建立的資料夾 叫CSS Center 這個東西 好開啟 開啟了之後 我就有一個資料夾的連結 這是非常重要的步驟 然後呢 接下來我就開啟一個網頁 這個網頁我把它取名為 Center HTML 如果你也做這個練習的話呢 你可以取名任何你想要的 那這裡我就建立這個網頁的架構 有關於網頁的架構 是如何建立的 那在這邊呢 你可以看我網頁 HTML系列的第一集 我就介紹網頁的這個架構 我有仔細的說明 這個架構是怎麼樣的建立 那有關於網頁編輯器 你也可以在我的頻道裡頭 找到網頁編輯器的選擇 好那這裡呢 簡單的說這是HTML 然後它有head跟body head裡頭是網頁的資訊 body是網頁的內容 好那在這邊 標題我先更改 那我把它改成 至中 至中精通 OK 精通至中好了 聽起來好像有點怪怪的 精通至中 OK 好 那在這裡的body裡頭 我現在就要來做這個 至中的一個說明 首先我先說明一下 你在至中的時候 你必須要先確定 你要至中的是什麼東西 通常會有兩種可能性 第一個是你要至中的東西是文字 單純文字而已 第二種你可能要至中 某一個地 某一個區塊 這兩種情況 需要使用的CSS 會有所差異 所以這一點是你必須要很小心的 如果只是至中文字 我在這裡做一個示範 假設我這裡有H1 一個標籤 至中文字 就這樣子 H1 好我現在開啟我的網頁 我把它打開 那在這裡呢 我就有H1的這個標籤 在這邊裡頭有至中文字 好那這一種文字怎麼至中呢 你會想說非常的簡單 在這裡我就打Style 這集我就不加一個CSS檔案 我就直接把CSS 放在這個head裡頭 這樣子可能對照比較快 因為這集的這個主要是要看什麼至中 H1 這個東西我要至中對不對 那你會想說 簡單啊 Text Align Center 這樣不就好了嗎 沒有錯 這樣子就好了 它至中了 問題是這一集這一集 我要的這個至中呢 不是只有這樣子的至中 我是要放在正中間的至中 整個螢幕的正中間 像是在這裡有Test Center 有沒有 正中間的至中 那這樣的至中是怎麼做的呢 好那在這裡 它有三種方法可以做 OK 那第一種方法呢 我先把它移除掉 好我現在就打方法1 方法1呢是比較多人會用的 它就是一種暴力式的至中 OK我待會會做說明為什麼是暴力式的 它就是用Position Absolute的方式 那有關於Position Absolute呢 你可以看我CSS 有一集 Box Model定位那一集 你會知道這個是什麼東西 一個 絕對的定位方法 然後呢 你要指定 Top要多少 我就指定50% 然後Left多少 50% 好這樣子 還沒有完喔 但是我現在先儲存起來 重新整理這個網頁 你看它就跑到這邊了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Absolute 為什麼說它是暴力 因為它會 不管什麼東西在前面 它的起始點就是這裡 然後呢 這裡是50% 所以這是從Left L EFT Left 從左邊數起來50% 然後呢 從上面數下來50% Top 所以就會出現這樣的至中文字 但你會想說沒有啊 它沒有至中耶 它好像歪一邊了 事實上它的至中是什麼至中呢 你要把它看成是這樣子 這一點的至中 OK 至中點是左上方的那個點 你看這個就至中了有沒有 有沒有感覺出來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預設的至中就是在左上方 那如果把它移到正中間 我要這個至中文字的中間 當作中心點 所以呢在這裡 我們通常都還會再加上一個東西 就是Transform 然後Translate 這裡呢 我們要把它減50% 待會我再做說明 再減50% 這是什麼意思 好儲存起來之後呢 你重新整理 它就會移上去 你有沒有看到 移上去 那這裡的中心點就是至中 OK這裡就是中心點 好 這就是至中文字的方法 那-50 -50是什麼意思呢 你看到它原本是不是在這邊 -50它就會往左 x走往左 減50嘛 -50% 然後呢 再-50%呢 它就會往上 動 所以它就會往左上方移動 就會跑到這邊來 所以現在至中文字就會跑到這裡 OK 那這就是至中文字的方法 OK 至中文字的方法 那這是方法1 各位說明一下 那接下來呢 我來介紹方法2 方法2呢 也有些人會用啊 有時候也會蠻好用的 不一定是在這個時候 它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Text a Line 因為很多人喜歡Text a Line 那就用Text a Line Center 但是呢 你還要再加一個叫做Line Height OK 這個行間的高度 那你可以設定高度多少 譬如說300 然後儲存起來 重新整理 欸 很明顯的 這裡就是300 那如果你要再下來的話呢 你可以再下去 譬如說我現在到600 儲存起來 重新整理 那你就可以自己去調整出來 至中到底在什麼位置 OK 自己把它找出來 把它一直精修出來 那你會想說 這個會不會有問題 沒有問題喔 這個如果你是想意識的網站 也不會有問題 它也是至中喔 OK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至中的方法 好 分享給各位 文字之中 第三個方法 不開玩笑 真的有 還有方法3 方法3呢 它是用這個Display 它是有點多語 我個人沒有很推薦這個方法 叫Display Flex Flex Model 我在CSS有一集 我在講Flex Model OK 你可以去看那一集 不是Flex Model Flex Box OK 你可以去看那一集 它使用的方法就是這樣 Line Item Center 然後最後呢 一樣 用Line Height的方式 來加這個行距 那一樣我也加800好了 就這樣子 這是方法3 事實上這個就是把它置中 OK 置中 我現在把它儲存起來 重新整理 沒有痛 因為呢 我先把它拿掉好了 它在這裡嘛 然後我先把它Line Height在這裡 因為它這裡就置中了 OK 這個是有點多詞一句 因為這一個東西 基本上 用Text Align Center就好了 但很多人喜歡用Flex Box 所以這個方法也是可以通 好就可以說明到這裡 這個是文字字中 好吧 文字字中 好了 那這就是方法123 那為了這個 嗯 說明呢 我在這裡 我就把這個字中文字先放到最上面 我先把這個Display 我把這個打開 我開 我看一下我開哪一個 好 我打一個Text Align就好了 Center OK 好現在這 置中文字已經完成了 OK 我先把它移到最上方 因為待會我們還有其他要做在中間 所以我要做其他的 所以這個就是置中文字 如果你面對只是文字的話 處理方式就這麼簡單 如果你要置中的話 到螢幕中間 但是如果你要處理的東西 是放在這個Deef裡頭的話 欸 處理的方式又不一樣 所以要特別小心 我相信很多人遇到問題 都是這一種的案子 這種Case OK 好那我們先來做看看 那我在這裡就做一個Container 然後 container b-l-i-e-r-e-a 好 container 我這裡有個container 你看它是個Deef嘛 它放在這裡面 然後這裡面我就放一個文字好了 我就放一個paragraph 那這個paragraph呢 我會把它取名h1好了 但是這個h1 跟這個h1可能會衝突 我看一下 對會衝突 那我這裡用h2好了 OK 或者是用paragraph也可以啦 我用h2好了 好 然後這裡有寫在Deef裡頭的文字 因為很多時候呢 我們會把文字放在這個一個區塊裡頭 一個Deef裡頭 很多時候 那這個時候 如果你用這種方法 哇哇哇 沒辦法通 OK我可以說給你看喔 我現在來打一個container 我把一個container 把它用出來 container 然後我用with 我用500好了 然後hi 我用500 然後背景顏色 我把它用成一個綠色好了 lightgreen 好 就這樣子 我現在重新整理我的網頁 你看這裡就有一個正方形的方塊 然後呢 文字在這裡 好 那在這裡呢 會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你要怎麼置中 這裡有兩個東西你要置中耶 第一個你要置中文字 還是你要置中這個外面這個Deef OK 你這個要自己先處理 要知道要了解喔 如果你要做 你要做的是裡頭的文字的話 就用裡頭文字的方式 如果你要做的是這個區塊 你要做區塊的 所以在這裡呢 我先來做區塊的 好不好 我先把區塊移到中間 那區塊呢 這個移到中間呢 有兩個方法 事實上還有其他方法 但是我在這裡就介紹兩個方法 我這裡就寫區塊 Deef 至中方法一 方法一 OK 至中方法一 給你參考看看 那方法一就是暴力式的方法 OK 暴力式就是剛才我所使用這個方法 OK 這個是暴力式的 因為它會完全不管前面有什麼東西 它就自己扶起來 然後移到中間 暴力式 OK方法一 好我現在把它儲存起來喔 你看儲存重新整理 你看它就到中間了 它的正中間是這裡 所以它就會放在這裡 這個位置 OK 這就是至中 好那接下來呢 你會想說 這個文字怎麼辦 待會待會我再做說明 因為這個區塊之中還有其他方法 我先說明完 這是方法一 這也是大家最常用的方法 方法二呢 我就打在這邊 方法二 區塊喔 這個不是文字喔 我要強調一下喔 不要跟文字搞混了 區塊文字 文字區塊 兩個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第二個方法呢 叫做DisplayBlock 這個在我的這個 一些影片會用到 我曾經用過 DisplayBlock 然後呢 在這裡我就用MarginLeft Oops 錯字囉 Left MarginLeft 然後這裡用Auto 它自己去抓 左邊是哪邊 然後MarginRight 右邊是多少 它會自己去抓那個 一個 一樣的寬度 高度 好這樣子 儲存起來 你重新整理看看 如果沒有的話呢 我先把它用回去 如果沒有的話 是在 是會在這裡吧 對不對 然後呢現在呢 如果有的話呢 你看喔 如果有的話 它就會跑過來中間 那跑過來中間 它不是自中喔 因為呢 它還要移下去 所以呢在這邊 你還要再加上一些東西 呃 也就是把它移下去的一個方法 那移下去的方法 你就可以用MarginTop 來移 譬如說移100 試看看 好 它就自中了 當然這個100可能不準確 所以你自己調整成你想要的位置 OK這個值啊 可能不一定是100 你自己去調 那你會想說方法1跟方法2的差異在哪裡 方法1是一個暴力式的 它根本不管這裡的文字 它直接就自中了 但是方法2呢 這個方法呢 它會根據前面有哪些東西來自中 譬如說這裡有文字 它的這裡的自中呢 它就會根據這裡的地方 然後再往下加 所以它會受到前面的東西的影響 OK 有所調整 這是一個差異喔 必須要跟你說明一下 好 這兩種方法 其實還有其他方法 那我不想講太多喔 就這樣就好了 那接下來呢 文字怎麼辦 我們現在已經成功的把這個區塊自中了 那這裡的文字 我們要自中 怎麼自中呢 剛才我們不是有用一些方法嗎 那些方法剛好可以用上 如果你使用暴力式的方法 OK 是行不通的喔 是行不通的 OK 這裡必須要跟你說明 你不可以用這種暴力式的方法 來移這個文字 好 那 在這裡呢 你可以用這種方法 我在這裡就直接把文字自中 好 文字 文字 字中 方法1 但是呢 這是區塊diff 文字自中 裡頭 的文字自中 這要搞清楚喔 因為我們現在在處理的是這個區塊 不是單純的文字有區塊裡頭的方法 好 那在區塊裡頭呢 方法1我們可以用剛才所學的方法 也就是 text a line center 然後呢 line height 這個方法是行得通的 那height呢 我不曉得要多少 我試看看300 待會來看看 好這樣子呢 重新整理 你的文字就會自中 但是呢你想說還沒自中啊 line height這調整就可以了 我看一下 ok這裡的高度是500 所以呢整個line height 我就設定500 應該就可以 好這樣就可以了 它會根據你的這個實體的狀況 所以我是設定500嘛 所以就設定line height 500它就會找出中間的位置 這個就是文字自中的方法 在這個區塊diff裡頭的自中方法 好 那接下來呢 方法2呢 我先來做明方法2 方法1喔 方法2你可以怎麼使用 我在這裡 試給你看 好方法2 我先把這個拿掉 方法2怎麼用呢 方法2 欸這個方式就很有趣了 當你在這個區塊裡頭 裡頭呢 有任何東西的時候 你都可以用所謂的flexbox ok flexbox 這個非常好用 當你 這個是關鍵字 當你diff裡頭 有東西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flexbox來自中 ok 所以我們先來用flexbox的方式 display flex 然後呢 justify content center align item center 這樣子就可以囉 我們來試看看 欸我先把它全部拿掉 我先全部拿掉 給你看 現在是沒有自中嗎 那現在我用方法2 你看它會發生什麼事情 它就自中了 ok 這個就是文字自中的方法 所以呢 結論是什麼呢 第一個 你要知道你要自中的東西是什麼 你如果自中的東西是區塊 你就先自中區塊 你要文字 你就套用在它的文字裡頭 這個就是文字的方法 這個就是這個區塊的方法 兩者之間不可以這個混著用 你要搞清楚你的自中是哪一個東西 接下來呢 還有一些case 接下來的case呢 我們有時候會有一個diff 裡頭呢 還有diff 譬如說像這樣子 三個產品 那這三個產品怎麼自中啊 欸 我們來試看看好不好 那現在就是 我先來這邊 這個我把它複製貼上好了 複製貼上 然後這裡我把它稱作container2 然後呢 在裡頭呢 我打上一個box標籤 ok 呃 diff標籤啦 還是diff 但是呢 我的class把它打成是box 先先diff 好 那這裡頭的box裡頭呢 也有文字喔 我把它取名為abc好了 好 那我就把它複製貼上三個box 一個兩個三個 這樣子 ok abcabcabc 好 那現在呢 我現在就有 你看喔 這個一樣是自中diff 我這裡講這個好裡頭文字 再講說明 仔細一點 自中diff 裡頭的 呃 區塊 ok 好這樣子 做個區分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長什麼樣子 重新整理 在這裡有三個區塊囉 好 這是abcabcabc 好那現在呢 我就來做這個css 它是container2嘛對不對 container2 好在這個container2呢 我們現在首先呢 我們先把它的形狀啊 什麼東西先用出來 所以我一樣用 這個 我把它複製這個 不好意思 我複製這一塊 我把它套用在container2 但是呢我稍微做小一點好了 還是大一點 小一點 小一點好了 好不好小一點 好然後顏色我也改變一下 因為我想要做一些區區別開來 好 那現在就container2囉 我先來看一下長什麼樣子 在這裡 container2 那我現在想要把它 置中在這邊 那但是呢 它裡頭還有三個box 所以呢我先把這個box 也把它打出來 一樣 我把顏色也用出來 然後 我把它用小一點好 一百一百好了 一百一百 藍色 來做區分 好我們現在看長什麼樣子 好這裡就有boxboxbox 三個 好那現在有box囉 有box之後呢 欸現在就是重點來了 好 我們現在目前的情形 是這個樣子 那現在呢我先把這一整個區塊 置中到這邊好了 先把置中在那邊 好什麼置中呢 因為這整個區塊是什麼 container2 所以呢在這個container2 這裡我先把它置中 這邊 那置中什麼置中 我們剛才已經有學過了嘛 對不對 剛才container這邊我們已經學過了 那可以用幾種方法 那在這裡呢 我使用 呃 這一方法一方法二 方法二嘛 我就用方法 這一個好了 這個方法 暴力式的方法 好 區塊置中 這個已經剛才說明過了 區塊 置中 好 那這個方法呢 就暴力式的方法就可以了 好 你先儲存起來 重新整理 你看他就跑到正中間去了 OK 那沒問題 那接下來呢 這個區塊怎麼辦 你看 這個裡面的dif dif裡面的dif 區塊裡頭的dif 區塊 這種時候呢 就是這個時候 好用的方式了 這種 只要你在區塊裡頭 有東西要置中的話 你都可以使用flexbox的方式 所以在這裡呢 我就打上 在區塊裡頭 裡頭的東西 要置中 如果你有圖片 也可以用這樣的方法 也是通喔 要置中 使用flex 這個是非常好用的一個方法 好 我現在就把它複製貼上 不好意思 複製起來 貼上去 這樣子會發生什麼事呢 你看 我現在把它儲存起來 重新整理 它就置中了 區塊裡頭的區塊 這個好處是什麼 它可以套用在所有的東西上 文字上 圖片上 還有區塊上 通通都可以用這種方法 所以當你區塊裡頭 要置中東西 你就直接想這個方法 這是最簡單的 那如果單純只是區塊 你可以用暴力式的方式 如果你是文字 你就選擇文字的方法 OK 所以不同的情況下 使用不同的置中方式 好 那接下來這裡有文字 怎麼辦 喔喔這文字 它不是box嗎 這裡面是box嗎 等一下待會兒 這個有間距對不對 這個連在一起 我用gap一下 如果你有學這個flexbox那一集 你就知道gap 就可以增加間距 好重新整理 這樣就好看多了吧 接下來呢這個文字怎麼自中 這個不是box裡頭嗎 那box裡頭我們就可以用文字自中的方式 在這裡 文字自中在哪裡 文字自中方法在這裡 我們就可以用這兩種方式來做調整 OK 那我就用這種方式就好了 我就複製貼上 直接到box這裡 然後box 小box 小box 裡頭文字自中 好 我就用這個display的方式 然後重新整理 你看它就自中了 它所有東西現在都在自中當中 你們看到就是這樣子 OK 所以不同的情況使用不同的自中方式 在這裡呢 我稍微把這個背景啊 用的透明一點 要不然剛才的那個東西已經不見了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container1不見了 OK 在這裡 這是container1的 哎呦這個好累 0.5好了 好這樣子 所以呢現在這個container2呢 你看它裡頭的區塊全部自中了 這個就是使用的方式 接下來呢 還有什麼呢 圖片 對不對 圖片有時候你也會想要自中嘛 那圖片要怎麼自中呢 所以在這裡我就把它插入圖片 那插入圖片方式 就用image.src 那你有沒有自己的圖片 你就用自己的圖片 在這裡呢 我就用我的圖片 那你練習的時候 就找你自己的圖片 你就找一個你有的圖片 或者是你到這個google那邊 去搜尋一個圖片 那我的圖片是這一張 那這張圖片呢 我先把它變小一點 所以在這裡 我先把這裡image 把它變小一點 width 我用200好了 high 140 好 我先看看長什麼樣子喔 重新整理 喔有了 我的圖片在這裡 現在呢這個圖片要自中 怎麼用 簡單 暴力式 OK 它的暴力式 它不是文字喔 它不是文字 所以在這邊的自中方式 你看剛才我們一開始在用的這個文字的方式 可以使用暴力式的 但是呢不可以使用text align 然後這個方法應該是 可能可以吧 linehigh可能沒辦法做 我來試看看 我事實上沒有做過 因為通常圖片 我就直接用那個absolute的方式 那我來試看看 應該是不行 OK 我試看看 重新整理 欸果然是不行 OK 這種東西啊必須要在這個diff裡頭啊 除非它只是單純的文字 要不然要在diff裡頭 好 現在我就把它移掉 所以呢要怎麼去把它自中呢 剛才說明過了 像這一種圖片這種東西 或者是區塊的東西 要自中的方法 通常啦 通常 如果你可以用這種方法1 方法2 區塊你可以這樣用 OK 但是呢圖片呢 你也可以是這樣子用 方法1 方法1 就是暴力式 這個是最簡單的 儲存起來 重新整理 就到正中間了 OK沒問題 那方法2呢 其實剛才已經介紹過了 方法2 也就是 嗯 OK 方法1 方法2 在這裡 也可以用這種方式 display plot a block的方式 OK 這個都是可以針對這種物件 來做這個自中 好 重新在這裡 欸跑去哪裡啊 跑去這裡啊 所以在這裡top 它就不可以這樣用 喔 因為它被 OK 這可能會有點問題喔 我用0 好這個會有點問題 因為呢現在上面有物件 它上不去 它被卡住了 所以這個方法呢 不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用block的話呢 它因為它會受限於上面的東西 而有所影響 所以方法2呢 事實上應該是不行 行不通的 它怎麼樣可以行得通呢 如果上面沒有東西的話 它就行得通 你看喔如果我把這個 這個區塊拿掉的話 我把它拿掉的話呢 欸還有 這裡還有一個東西 我通通把它拿掉的話 它就可以上去了 那就可以調整它的高度 但是問題是呢 它現在前面有東西 所以用block的話呢 會不會剛好被擋住 它就是一個積木嘛 block就是一個積木 所以這個方法呢 不建議使用 所以怎麼使用呢 最簡單的就是暴力式的 不管你有什麼東西 我都不管你 我就直接把你跑在上面 OK 這個暴力式的方法 就直接套上去 這樣就好了 OK 那接下來呢 最後最後 有時候你的image 會有什麼東西 會被包起來 對不對 如果你的image 被包起來的情況下呢 好 我現在就複製這個喔 我這裡就是圖片自中 所以在這一個影片裡頭 我事實上列出了 四種可能的方案 圖片在 div裡頭的自中 好 那如果是這種情況呢 我們先來做喔 首先我們先做container3 那我其實複製貼上就好了 因為它一樣都是container 所以container3 我就把它改成3 那在這裡呢 我們再把它改小一點好了 300 300 然後背景的顏色 我也改來擺變一下 改成這個顏色好了 然後有點透明 然後 OK 所以這個區塊自中 我就可以這樣用 這個等一下我再顯示 就這樣子 儲存起來 重新整理 它現在是不是就自中 等一下圖片 因為我在那邊有圖片 好 在這裡呢 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混淆 我先把這個image的方法 把它先 我看一下 我先把它移除掉 因為這個這裡的使用image 跟這個image 是一模一樣的 那它會造成混淆的現象 那我稍微做一下調整 這個是image1好了 class image img1 然後這個呢 我把它取名為image mg2 這樣子呢 就不會造成這種混淆的現象 那在這裡 我就把它改成image1 因為這是剛才所做的 那現在要做的是image2 好 我現在把它儲存起來 重新整理 好現在就有兩個圖片 那這兩個圖片呢 我現在複製一下這個image1 好 我把它改成image2 然後呢 這個方法1 我先把它拿掉 好我先看看現在長什麼樣子 OK 現在它就在這個dif裡頭 那我先把這個dif移到中間 ok 另外呢 我先把這個圖片拿掉 因為待會自中的話 它會重疊在一起 好那container3 在這裡 我們先把它自中 那自中的方法 跟剛才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OK 好 那就用暴力式的方法 直接套上去了 但是現在圖片呢 它在左上方 所以怎麼自中裡頭的圖片呢 flexbox 就是這麼厲害 所有在區塊裡頭的東西 你要自中 全部就用這個就好了 ok 這個gap不用 因為它只有一個而已 好 儲存起來 重新整理 你圖片就自中了 好那這一集 就是這樣所有的可能的案例 那這一集呢 到底我現在總結一下 這一集呢 我們試著去做各種可能的自中 來精通這個自中的使用方法 一個是單純的文字 如果只是文字 你有三個方法可以使用 事實上還有更多啦 我不想講太多 OK 方法1 方法2 方法3 但是呢 通常我們都會有container 所以呢 第二個案例 之後我們就有container 我的意思就是diff 那裡頭如果有文字的話 那自中的方法 就是這樣子使用container1 首先你先要針對這個區塊自中 接下來區塊裡頭的文字 ok做自中 那區塊自中有兩個方法 文字自中的方法 自中也有兩個方法 就是這樣子 接下來的案例呢 就是有沒有可能會有三種 這種box在裡頭呢 那如果有的話呢 在這裡我們就可以來使用 這一種box的方式 container2 那一用 我們可以制中裡頭的東西 我們就可以用flexbox的方式來制中 OK 那box呢我們也用這個flex的方式呢 把它裡頭的文字也給制中這樣 最後呢 圖片也是如此 用相同的一個概念 所以呢 總結是什麼意思 總結是什麼呢 當你使用diff的時候 你要制中flexbox 非常好用 當你沒有要用這種diff的時候呢 區塊的制中 你就可以使用暴力式了 OK 那這是一個總結啦 就是簡單的話呢 第一個 如果你有區塊 圖片 單純的圖片 單純的區塊 你就用暴力式了 就是我所謂的這個 cstation的方式 但是呢 如果你有這個 區塊裡頭的文字 就是圖片 圖片 物件 可以用flex的方式 OK 這個就是總結 區塊 物件 用position 那區塊 那區塊裡頭的文字 用flex 這個就是結論 OK 這就是結論 好 那這一集內容就到此為止 我會把所有程式的分享 在這個我的網頁上面 你可以去下載 那有任何問題 麻煩告知 如果這一集對你有所幫助 也麻煩你按讚 好謝謝你的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希望你有這個 Happy Coding